西方醫學在上一個世紀經歷了騰飛的發展 先進又昂貴的醫學儀器 造就出新的醫術 不過,經歷了二千年滄桑的中國針灸術 在日新月異的西方醫術主流下 依然屈立不倒 當不少人發現西方醫術 尤其是化學療法對人體帶來副作用的同時 世界每個角落都仍有醫生 嘗試在古老的針灸術中上下而求殺 尋求更符合自然和安全的療法 在美國,這個混集了世界級醫學權威 和醫學研究機構的國家 在這個對東方、對傳統醫術 哪怕重重關卡的國家 當中有一個中國人 他憑著二十年不懈的努力 和數不清的成功以來 將中國的針灸術 從世界級的殿堂醫學機構 NIH 國家衛生研究院 一步一步往年打入白宮 令針灸在世界各地大放異彩 如果沒有了它 針灸術的歷史和地位 將會有完全不一樣的命運和制度 一步往年打入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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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灸療法 自從在皇帝內經有記載開始 二千年來已經被認為是一種深奧難解 卻又實在能針到病除的民族療法 不過,在七十年代的美國 針灸所產生的效用 卻被標籤為一種心理作用 甚至只不過是一套催眠術的霸氣 所以針灸療法一直不能打入西方醫學的主流 亦都沒有得到合法的地位 不過,有一個在美國的中國人 他憑著無數的成功依例 令美國以至西方人 對針灸療法徹底改觀 甚至驅使美國政府立法 提升針灸療法在美國的權益和地位 這位令針灸療法在國際大放光芒的 在八二年到美國留學的誓意 田小明博士 很多中華民族的文化非常之寶貴 而是美國沒有的 所以搞中國傳統醫學 包括針灸在內 從開始的發展 發生發展 一直到最後立法受到保護 和在美國的蓬勃發展 像這個工作 我參加了大一部分工作 二十年左右的時間 在時事講求數據化 和科學求證的美國 這個中國人憑著什麼 令本質難以用科學解釋的針灸術 和西方醫術等量齊觀 甚至能夠醫治西方醫術 成立於1887年 由四千多位醫生 二十七個醫學研究所組成的NIH 百多年來一直支持著不少結出的醫學研究 更是美國以至國際其中最權威的醫學機構 NIH的病人是非常難治 因為都是選擇了有選擇的病人 而他們帶來的很多病 舉個例子吧 比如說神經疼痛 神經疼痛呢 他接受了很多西醫治療 比如說癌瘤的病人 用了治療以後怎麼樣呢 他接受了放療 接受了化療 或者做了手術 他帶來的副作用呢 他就造成了一些周圓神經的萎縮 那麼吃了所有的藥 包括什麼 包括不是一般的止痛藥 包括麻醉藥 他都不解決他的問題 那麼這個病人也是由美國 這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康復醫學部 就轉給我 I was fortuna too to have met Dr. Tian in the late 1980's I was in need of services to help with a chronic back problem including sciatica and all the pain that accompanies that 我接受了我自己的精神的手指和知識 的治療疾病 我必須說是一個很成功的 的治療 我身上三種治療 我會患無痊癒 一套不能傳言用科學數據分析的古老醫術 一支支外形貌不驚人的銀針 要在美國醫學界蠟燭 實在是困難重重 能夠令病人相信 区区一支支針 就能夠治病的 始終是基於田小明 曾經治好過無數的病例 好像哥夫之醫生被治好的病例 在田小明成千上萬的治癒病例中 就只是区区的其中一個 在86年至91年期間 田小明為超過200個美國醫療專家 治好各種的疑難環質之後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就不得不正視針灸的醫學價值 1991年 就是最後美國國家醫學衛生醫院的約請信 他就決定1991年5月3日 就由美國康復醫學部決定 這個要增設 一百年來西方醫療儀器雖然有飛躍的發展 但是時至今日 西方療法對很多類型的痛症始終無計可視 田小明深信 針灸心口的底蘊可以補西醫之短 所以他不為正要的挑戰 以針灸為不少國會議員 州長和參議員 醫治各種西醫認為無策可施的患質和痛症 其中包括這位來自阿里桑拿州的參議員 謝謝 很高興認識你 謝謝你來自來 對 你做得好嗎 深受頸部神經嚴折磨的這位參議員 多年來曾經向多位名醫求助都無效 而西醫只是建議他掃諸手術的療法 更令他沮喪莫名 所以當他第一次求診於田小明的時候 他坦然說對針灸不存太大的希望 但是經過15次的針灸治療 他對針灸出全然改觀 他對針灸出全然改觀 我並沒有害怕 但是我現在沒有信仰 症狀卻折磨了 之後六至八個星期 他完全消失了 從1986年開始到1991年 這個五、六年中 我一邊做研究 一邊就在看病人 那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美國國家醫學院的醫生 跟華盛頓地區的一些 這個關節病醫生 內科醫生、骨科醫生 神經科醫生 就給我們介紹了大量的病人 那麼就是說他們我們治不了了 那個你們去來治 你治完了以後看看行怎麼樣 那麼他一個一個病人看到 他已經放棄了病人 他說不要說我介紹你十個病人 你看好了七個八個 你能看好三個我就很佩服你了 是要美食 他找到了四個病人 我對有病人臭死mış 少吃疇 德文旦 對疫情 有病人吸收生 疫情 她搭取人公衆 和苓很多病人 checks 你來抓到無法的病人 便能心理引電 那 proton 被人針创奇蹟的田小明 他憑着深厚的中西合璧医学根底 折服无数美国医疗专家 而令他令中国針灸被白宫注视的 就是这位对国家政策 非常有影响力的参议员 我认识了很多人 每个人都获得有些成功 亲身的体验 放在眼前的多个成功病例 令深深被接伏的这位参议员 多番力速美国白宫 大规模评估中国针灸的医学价值 中国针灸在美国的合法、立法 是经过一步步走过来的 从州到联邦政府 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到FDA 以至最后的国会和白宫 认可了中国的传统医学 认可了中国传统医学的最主要部分针灸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这是有很多很多人共同努力的 努力了多久?二、三十年的努力 至八二年赴美留学 一份坚守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盼望和努力 终于在两年前结出成果 在二千年十二月七日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委任田小明为 白宫补充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的委员 这份荣誉对中国针灸将会带来什么影响? 下一节继续看下这个中国人 如何令中意在国际大放异彩? 中国的传统和国水深奥原谅 早已被受中外认同 而中国传统医学 尤其是太极、气功、中草药、针灸术等 经过不少海外中国人的努力弘扬 就更加令各国医学界想探索他们的傲悲 九十年代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针灸治疗适合43种病症 不过 针灸真正令西方人刮目相看 以至有更深入、更正面的了解的 就是由这个中国人田小明开始 他二十多年来 在美国的针灸成绩 令NIH以至白宫都委任他做针灸的研究顾问 间接令全球不少西医 对中国针灸起了探索的兴趣 其中印度 就有大约二百多个西医学习针灸 当中有这位 曾经专程到中国学习针灸的印度西医 曾经专程到中国学习针灸的印度西医 从料泉的症患،至法有病! 对注重し寂寻。 说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 我觉得从以古代的人民到以现代的人民 我们的交 Fix者乘 Him evil 层出不叽。 中华智慧层出不穷 中国针灸 经过大多年组。 他所能針對的病症 亦一樣層出不窮 和田小明一樣 這位取經於中國針灸的印度西義 他所醫治過的病症 亦都層出不窮 而病人絕大部分 都是因為西方醫術對他們的病 無能為力 而最後訴諸針灸的 我這裡有病症 我當然有疱惠疾病 因為我停止了期限 他剛才是說 所有人質疑的治療 阿拉伯,阿拉伯體 Center 及內容潮體 Center 我走向來 我來接受了也 但我不覺得好 因為他們將問我 那樣有疑的問題 我們不 Da 我們才不 Amend 我們把 That 我接受了很多病 他們給了很多醫療,醫療,醫療 在這兩個月中,我做了這些治療 我可以告訴你多少 但它是很棒的 我感覺很棒 我失了我的身體 我已經開始了 我可以告訴你 但我非常愉快 非常愉快 目前,亚洲、西欧、洞欧、南美和北美等 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都采用针咎致病 六年前,在我的办公室 我从前桌上提起 我突然变化 后来,症状开始了 很严重,我完全无法站起来 不够 Because I went to many allopathic doctors All of them, they said you have to go for surgery there is no other alternative Then I came to Dr. Kapur for acupuncture The acupuncture is very effective therapy I started taking the acupuncture treatment My disease improved slowly and slowly Within two months, it became totally cured 两个月后,我可以做我的普通的工作 全部都可以 1994年,美国华盛顿邮报 以大篇幅报道 田小明在针灸术所创下的成绩 有医学家说 医学在二十一世纪开始有分度扬镳的趋势 当不少人只拥抱日新月异 医疗费用昂贵的西方医术 亦有不少人回归信服自然的自然疗法 来医治西方医药仍然难以彻底自好的环疾 例如酵喘和敏感症 我已经疲惫了疾症 从14岁到26岁 最大的问题是 如果我会有一个症状的症状 我会有两个症状 我会不会被疲惫 我甚至被疲惫了三个四个症状 以前也准备了消息,那后来吴灵略, 这地方是狱子, 这个位置是狱子, 所以他只能用这些肺太多的肺炎, cock片头就是一个有没有什么錠的肺炎, 然后就能用这些肺炎, 然后我拿回来的肺炎, 然后 hunted我的肺炎, 那边 był一个月的肺炎, 这些套装是非常效益的治疗 这些套装是非常效益的 没有其他相反的效果 中国套装是非常效益的技术 它是一种全体的科学 套装是像魔法 一切之貌不惊人的银针 为何能够发挥病人所说 与魔术一样的效果 这个是令美国无数医学专家 大或不解的问题 而这个中国人的那一手卓越针灸术 与他医治患疾的众多成功病例 也令世耳不得不惊叹 针灸确实为医学介绍来一次又一次的奇迹 比如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个所长的夫人 她本身也是白宫的顾问 她本身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 英文叫Siatica 中文叫做做古神经疼 疼了两年 所有的止痛药包括手术 她是白天也疼 晚上也疼 坐着也疼 是站着也疼 开车根本就不能开 所以她来了 说我到你这真是最后一招 The last hope 那么大概一共用了18次治疗 她就已经好了一天一天好 好到百分之七八十 后来又接了又治了十几次 她完全不疼了 被誉为以银针创奇迹的田小明 虽然在1991年 令针灸术首次登上世界其中最高医学殿堂NIH 但是为了让美国以至全球更正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全面价值 它有更高的目标 在田小明的针灸研究中心的墙壁上 挂满的都是美国重要医疗机构委任他为医学研究顾问的委任作 其中对于他本人 对中国针灸 以至中国传统的医术 有着非比尘上意义的就是这一纸 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针不签名 委任他为白宫补充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委任作 在法律的保护下 和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的支持下 尤其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支持下 会应该蓬勃发展 所以针灸是有非常广阔的天地 同志针灸会发展越来越广 在某些方面很可能将来会超过中国 春风正六江南岸 是田小明对中国针灸 能够昂然登上西方国际医学主流的书怀 不过更令田小明快位的 是贵为白宫补充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委员之后 他就有权可以对美国建全33种另类医学和疗法 例如气功、推拿、中草药等 进行公平的评估 并且将这些传统医学的精华 纳入美国的主流医疗保健制度 使更多的人都可以受益其中 从8月年到美国留学开始 田小明一直为弘扬祖国的传统医学而努力 今天他结下类类的果实 在美国的家中大厅 可以见到不少病御者 送给他的相片和感恩之言 无数本身是藤栋专家的细意 对他也都心悦成福 它真的影响美国医学者 去读读和讨论 他们可以学习更多 如何中国的医学和抑郁医学 可以对他们的医学 1997年 田小明负责筹备NIH 世界针灸评估会议 成功令美国投入一千多万美元 评估针灸疗下 我觉得既是平凡又不平凡 平凡就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医生 是一个平凡的医生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看病人 这个工作当然高尚也平凡 但是不平凡在哪呢 就是在中医的基础上 和在中国学习的基础上 把中西医结合在一块儿 就产生新的东西出来了 对吧 尤其在处理的疑难病症上 可以看到中西医结合 就会 这个实际上对给病人带来很大的好处 看他吃吧 archives 里面 杨朗 优优独播 memb 小羽 希望 dicht 请 stones